今天非常幽默将带你一起玩转欢乐啦 我们有超级霸气的社会了 交了分子钱怎么也要吃完这餐饭 鳄鱼不是你想抓 想抓就能抓 不准 不准用这个对着我 非常幽默 马上带你乐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灵简牙》节目 《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笑 我是尹燕 越努力越幸运 能把这句话常常挂在嘴边的人 我都非常地羡慕 要么就是哄骗员工为自己卖命工作的老板 要么就真的是很幸运的人了 他们能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运气 那我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只希望努力一点 倒霉的事就可以离自己远一点 流年不利呀 最近呢 我是诸识不顺 现在我就连坐公交车投币的时候 我都想默默地取个院 听说网络上流行转发锦里 给自己带来福气 不知道我转发萌宝能不能够 获得一点点的好运呢 我要输入游戏密码了 你们谁都不许偷看 小朋友 你捂得这么严实有用吗 我看你键盘输入不就好了吗 小朋友就应该远离电子竞技游戏 玩点小朋友该玩的 比如说抽陀螺 不 抽篮子 抽球真好玩 抽球你去哪啊 怎么一会儿功夫 抽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呢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鹰鹉与二哈 谁才是动物界的高音小王子 观众朋友们 你们说呢 有人问你平时在家没事都做些什么呀 我的答案就是这个样子了 人类你们在干嘛 拔牙吗 我来学习一下经验 小虎支持你 你听到吗 我害怕 颜子 害怕 一 二 三 丢 牙 小不牙 我看看 我看看 牙虽然拔下来了 但是从小朋友的反应可以看出 这个拔牙方式不是那么靠谱啊 哇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可以送给妈妈 我说老爸 你能把我手上这根绳子弄掉吗 宝宝感觉一点都不自由 我想去那边 还想去买那个 哎呀 老爸 虽然你说这是防丢神器 但我怎么感觉有一种 你在溜狗的感觉呢 妈妈 我没喝奶奶 我的天哪 我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 简直是灾难呀 哎呀 自己生的娃哭着也要味道 我说人类呀 你就不打算来帮帮我呀 你就准备眼睁睁看着我 被这帮猫崽子给烦死呀 很好 人类 我记住你了 我要好好地把他们抚养长大 并且培养成二哈那样的拆线队 姐姐你快来看 我发明了一个购物车的新玩法 打开这个活动板 我们就能下去了 不过有一个麻烦 就是必须有一个人扶着他 快来帮我扶一下 好嘞 我上来帮你 妹妹 你打蛋地往前走 我一个人能搞定他 你确定吗 那我就撒手了 撒吧 好嘞 真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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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卸责任是不对的 电视剧前的小朋友们 可千万不要学习 你们还是继续天真无邪就好了 天真无邪是小朋友的代名词 说真的 小朋友看这个世界的角度 和我们成年人那是不一样的 我朋友家有一个小闺女 特别的可爱 但是有一个习惯 我觉得不太好 那就是她呢 也可能是随她爸 爱贪小便宜 前几天呢 朋友家楼下的超市搞大促销 所有的老顾客 通通五折游会 照常理来说呀 小朋友可能不知道 五折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朋友家这个孩子 她懂 这可高兴坏塌了 于是小女孩把家里 那八十岁以上的所有亲戚 全部都叫了过去 孩子 你可能知道五折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老顾客 那不等于老年顾客呀 好了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去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突尼尼勒 冰冻了一晚上的啤酒 请问我是拿勺吃呢 还是等它花了之后再喝呢 现在很想喝一口 再先等啊 仨哥 恭喜你发明了啤酒新吃法 那就是啤酒病杀 每次我洗澡 我家猫咪就会在外面这样看着我 请问你是怕我出事呢 还是垂手耍流氓 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给我一点空间好吗 你家猫咪至少是光明正大偷看你 我家猫咪每次偷看都出乎我意料 你以为这样偷看我就发现不了你吗 我是不是该把家里的窗帘换一下了 突然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虽然这里很热闹 朋友很多 但是都不愿意和我说话聊天 难受 像哭 因为你可能认识了一批假狗 此处有监控 请大家遵守文明爱护环境 否则被拍下来就昭告天下了哟 如果不是我势力好 差点就被你给骗了 女神约我去海天边拍照 相信我吧 我的摄影技术可是在线里面拿过名次的 一个浪过来后 女神就变成了这样 而且我也抓住了这个最佳时机 按了快门 大哥好好珍惜现在 估计以后女神也不会再约你了 在这里我教大家如何亲手做美味巧克力 送给心仪的姑娘 首先把巧克力掰碎放在一个铁盆子里 然后用小火把巧克力融化 切记要加入少许的开水 并搅拌均匀 紧接着再准备几个鞍唇蛋 记住一定要是洗干净的新鲜蛋 接着就到了最重要的步骤 把完整的蛋放在巧克力里面翻滚 力道要适中且匀速翻滚 最后拿稀薄纸包上再用包装袋装着 最后就送给你心仪的女生吧 礼物是不是送出去了 我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忘记告诉大家了 就是这礼物送出去 一般缘分也就尽了 因为女生一口咬开了个生蛋 我不玩 把我的爱情赔给我 女朋友已经好几天没有理过我了 小伙子 这个月的智商是不是欠费了呀 尽快缴费哟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古人比咱们可都要聪明 我们的智慧和知识储备啊 都太依赖工具了 有些问题呢 我们能答得上来 可不是因为我们聪明 而是因为我们能有舍机 上网查 古人可不一样 那是真聪明 古时候有一个人叫燕子 有一次呢 他出使楚国 楚国人就想侮辱他 因为他身材矮小嘛 楚国人就在城门旁边 特意开了一个小门 请燕子从小门中进出 燕子说 如果这么小的动物都能进去的话 我就不是燕子了 是小燕子 快玩了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而做狗呢 最重要的 那就是吃饱饭呢 没吃饱饭饭的狗子 脾气可是很暴躁的呢 猛丑闹翻天 你在那玩儿对着我试试 他又不给我吃 还要把我低牙 终于趁着猫主子睡着可以摸一摸它 大胆刁明 这其实你想摸就能摸的 我说鹅哥 虽然你是农村三八之手 但这狂拽炫酷的步子 还是很容易被打的哦 大海啊 我的故乡 我来了 太烦了 太烦了 兄弟们通啊 我说前面的兄弟 你们给我留条奉行吧 你们都想说西西翻队 这个技能怎么学的啊 今天给大家结评一下 西西 对你爸爸的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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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乌龟都比你好看 隔壁的小花说她心中只有白马王子 可是跨越物种的恋爱是没有好结果的 所以我要拯救小花的审美 不就是白马王子吗 我还不会扮演吗 白 我倒是清白的 主要是要练好马步 你看我啊 像不像一位白马王子 啊 这里居然有两块肉骨头 主人真是对我太好了 怎么没味道啊 还是直接咬吧 怎么咬不到啊 难道是我的眼是不够锋利吗 你是不是傻骨头在那边呢 我先走了 妈妈不让我跟傻子玩 旺财你才傻的 你跟我明明又迟到了 哎呀差一点 但我迟早会迟到这块骨头 又不信咱们走着瞧了 旺财有梦想是好的 但前提是得有智商啊 仆人 今天阳光不错 杯枕出宫吧 看来是挺好玩的啊 这都是震的江山吧 这都是震的江山吧 不回 震今天就住在这里了 嗯 这里就是震的江山 哦 旅记 Let's go 别想抢走震的江山 对吧 我跟你没玩啊 就让震在这里 守震的万里江山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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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问题 就买了一个土豆丝卷饼 要不你吃吧 主人 你对我可真好 你是我的亲主人 不亲妈 小豆丝妈应该做的呀 快吃吧 你真好吃啊 主人你对我太好了 把我感动得眼泪汪汪的 别哭啊 别哭啊 有啥事 咱俩都用铁博子 别哭啊 吃饱了吗 我是饱了 可是我心里过不去呀 狗子 你终于吃饱了 那么我就可以开吹了 哈哈 为了一个人独占的披萨 演这么一出戏 我容易吗 我 等于狗之间的信任呢 好 狗蠢的人类 你以为弄一个铁网就能拦住阵前进的脚步吗 看看我的突破口在哪里 铁网底下卷没有缝 看来从下面是钻不过去了 有没有可能从上面跳过去呢 我试一下 有点难啊 感觉这边的脚步好一点 算了跳过去太危险了 我还是直接爬吧 哎 别打你 我说人类 下回请买一个质量好一点铁网好吗 哇 好 一直深爱喝奶的汪 分分钟怕有人把奶瓶抢走了 喂喂 你能不能别再呲牙了 没有人会抢你奶瓶的 要不要这么凶狠 那你们也不敢 毕竟我老兄猛 我那一口羊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谁要敢抢我的奶瓶 我觉得让他吃不了多了 你们可都给我寄好了 知道吗 奶真好喝呀 根本停不下来 我叫你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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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一乐二 同事问我为什么在办公桌底下放一个纸箱子 难道我这么勤俭节约有收集飞品的习惯 对不起 我只是想喝酒而已 朋友 上班时间就开始醉生梦死了 你老板知道吗 以前我觉得自己骑摩托车还算比较厉害的 但在这位大哥面前我还是幼儿园的水平 大哥 都飞起来了好吗 大哥 你这已经算低空飞行了 我只离开办公桌一会儿而已 回来就看见桌上打翻了一碗汤 到底是谁 给我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除此之外 连旁边打印机也打翻了一碗同样的汤 连洒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其实这是我送给你的手机支架 惊不惊喜 开不开心 让我说什么好呢 我差点就翻脸了 对于有洁癖和强迫症的我来说 简直不能忍的 大哥 请问你上辈子是折衣的天使吗 要不然怎么会坐地铁而不在天上飞呢 自从长胖之后飞起来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先休息会儿 姑娘 你这样的站坐方式我不是很明白 请问你是打着赤脚离开的吗 这是一种带气味的站坐方式 威力堪比生化武器 在野外抓到一只外星来的青蛙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正面目 因为拍照的时候你显出了原形 我快如疾风跑起来连自己都看不清 在地铁里看见这么一位很有安全感的小哥 不管地铁怎么加速和刹车 他都稳死不动 因为他正好卡在了车厢里面 小哥 车厢里很挤 请问我能扶着你吗 面试官问我在学校这几年学到了什么 提升了自己哪方面的能力 我二话不说拿出一瓶啤酒就干了 不是我吹牛啊 宿舍里的酒瓶墙可全是我日会一日垒上去的 同学 你就打算靠着酒量在社会上立足吗 幽默 富 宇宴 昨天闲来 没事干 非常幽默 看一看 一看就是一下午 朋友圈里损朋友 剧图笑得我直发抖 他人小孩还有狗 做人开心最要紧 崇眉苦脸可不平 赶快来吧 节目看 人这一生啊 担心好事 莫为前程 欲望越少 快乐就越多 付出越多 烦恼就越少 有一天一位年轻人找禅师聊天 禅师就问年轻人 人生是一场修行 你做过什么历人历己的好事吗 年轻人说 我每次都把自拍 披好看了再发出来 年轻人 你功德无量 把最美的自己 呈现在他人面前 为世界添一抹色彩 确实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我觉得我更棒了 每次合照呀 我都会帮我的朋友 也披一下呢 这种美德可不是 每个女孩子都会有的哟 还有啊 下面这个精彩的表演 一般的节目里面也是没有的 非常幽默 就是这么优秀 奇葩大作战 欢迎收看第一届中华有神功武术大赛 下面出场的是一位太极选手 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象 四象升八卦 八卦升万物 心嘴一转一随心动 这就是太极的真谛 现在送个外卖也得这样拼车机嘛 看来我要失业了呀 自己教的分子钱 泡着水也要把酒吸吃完 当心意的姑娘终于答应和你一起参加晚会 是 小伙子 你这是集中过度了吗 主人 你慢点开呀 让本王好好看看本王的万里江山 嗯 不痛 天下太平 看看大虾 大虾来咯 看一眼 看一眼 这一辈 你看活蹦乱跳的大虾 我说狗子 每次你看见主说的大虾 眼睛都直了 那时候没见你密集恐惧呀 看我抓住了一条鳄鱼 小伙子虽然我还小 但我也是一条鳄鱼呀 请尊重一下我好吗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能变汽车的不仅是人 路也可以 这样萌的变形玩具 你见过吗 给我来一打 考验人品或者猫品收到了 大喵 按这颗牙齿子 按这颗 居然没动静 看来你今天的猫品爆发呀 快 按下这颗 我们就通关了 没反应吗 大喵 你是不是在偷懒 按下去试试呀 怎么 按不下去吗 咱们是玩具坏了 我自己来试试 水面桑一片平静 小河马究竟躲到哪儿去了呢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抓住了 被发现了吗 好气哦 我这藏的明明很完美 我说小河马呀 你知道这水呀 它是透明的不 在校园出草的大哥 突然很想运动一下 于是 这技术都能赶上我猴哥了 一根棍子都能捂得如此出身入化 真是不能小害任何一个胖子呀 不过大哥 你要是把捂棍子的决心和毅力用的减肥上 保证没人会说你胖了 皮卡丘宝宝们 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我怎么活动有点困难呢 手脚不听死怀了 宝宝你漏气了 快给我下去休息 休息区就在这边 我 不就漏了个气吗 至于一大群人来抓我们 我觉得我还能抢球一下 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等我呀 下面这位大师 将给我们带来气宜功表演 大师 你这用气宜打人的功夫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然后那个完全是小时牛道 接下来给你们看起来更厉害的 至少本来有真正的技术了 咱逢贵元旗 接下来给我们的精简 学生一程中的 节红限时牛肖 快通人 拳 我说大师啊 树栈下伏罗寡人 实在是没见过你这种神功呢 又到了需要输入商品调新码的时间了 看看下面这位大哥是怎么做的吗 大哥 你这神一样的手速 输入几个货柜里的调新码简直是一如反掌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熟能生巧 果然是360行行出状元的 我又感觉不要失业了 来吧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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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吧 莎莎 来吧 来吧 莎莎 来吧 来吧 莎莎 来吧 莎莎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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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 来吧 来吧 我要去那一步的步驟 我們要去一步驟 我們要去一步驟 我們要去到房間 去房間 去房間 在房間 去房間